除了人们熟知的一带一路 中国还有一击一道理念 这一理念有何意义 能否补足新能源的短板 众所周知 中国的基础建设发展 在世界上已经是文明侠儿 但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与世界这样一个整体大环境下的变化 传统基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了 2020年开始 中国开始对新基建的部署逐渐深入 与传统基建相比 新基建涵盖的内容更为丰富 涵盖范围更广 其中包括5G网络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 这些领域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而这些新基建发展的基础就是电力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光伏发电技术也处在世界前列 目前世界能量危机不断加剧 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 就显得尤为珍贵 21世纪的我们 不知道离开了电还能否继续生活下去 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一带一路政策 我们自然是耳熟能详 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 建立了良好的通道 在中国的电力系统中 也有名称类似的政策 叫做一级一道 这也是中国电网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政策 什么是一级一道呢 一级指的是北极 一道指的是赤道 我们先来说说北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 连接世界多个大洲的北极地区 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探索北极丰富的风能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将对全球清洁资源优化配置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北极寒冷的地球基地 也是无数人向往的神秘滤镜 北极地区的气候常年寒冷 冬季时期太阳始终在地平线以下 大海完全风冻结冰 即夜期长达179天 1至3月平均气温约为-40度至-20度 夏季时期 气温上升到冰点以上 北冰洋的边缘地带融化 太阳连续几个星期都挂在天上 北极点过境平均积选时间超过360天 极端恶劣的气候天气造成了北极并不适合人类居住 北极也自然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 但是北极蕴藏着极其优质的风能 煤炭和石油等自然资源 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下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联合20余家科研机构高校 共同开展了北极风电开发 与全球能源互联网展望系列研究 并且对北极地区的七海二岛 即巴伦之海 喀拉海 拉普杰夫海 东西伯利亚海 楚科奇海 白令海 厄祸刺克海 以及萨哈林岛和格林兰岛的风能资源 和风电厂悬址进行了评估 进行了评估 这里可能就有人产生疑问 北极的风有多大 大到能不考虑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 整个北极而言 10米高城年平均风速最大地区 位于格林兰岛和冰岛的北侧 风速可以达到10至11米每秒 这是什么概念呢 荷兰我们都知道 其被誉为风车之国 因为在荷兰国内 有很多的大型风力发电设施 是风力发电大国 荷兰之所以能够成为风力发电大国 与荷兰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濒临大西洋的荷兰 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 海陆风常年不断 除此之外 荷兰全国三分之一的面积只高出北海海平面一米 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低于海平面 这一地理环境使得荷兰盛行西风带 一年四季西风不断 所以荷兰可以算是世界国家里 最适合发展风力发电的国家 那荷兰的风速有多少呢 我们选取其风速最大的阿姆斯特丹 全年最大风速大约是3.4至5.3米每秒 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风速只有不到北极地区风速的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电网等联合机构的勘测 选取的七海二岛地区的风速都在8至9米每秒以上 对于风力发电来说再好不过 那么在北极建立风力厂发电能储存的风能有多少 根据目前的相关数据推测显示 七海二岛风电可开发面积达到406.4万平方千米 其中陆地208.4万平方千米 海域198万平方千米 可开发容量的风电达到110.6亿千瓦 当然这是排除了环境因素的理想情况 如果要算上格陵兰岛冰盖厚度大于10米的面积 可开发装机容量大约在88.9亿千瓦 但是科研人员也表示 目前北极风力发电还处于初级阶段 对于技术等相关领域的突破一直在进行 随着未来技术的不断创新 北极风力资源开发能力可进一步提升到1000亿千瓦 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在未来一定能够实现 同时研究人员还指出 北极地区风电外送 以七海二岛等重点风电基地为支点 可以实现北半球的亚洲 欧洲 北美洲电网形成互联 不仅可以满足亚洲东北地区 欧洲和美洲在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能源供区短缺问题 并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大电网互联优势 在跨度较大的地区实现显著的风谷调节 提升北极风电的利用效率 开发北极风电 利用北极地区推进全球电网互联 将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里程碑 所以北极的风力发电是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 而赤道则采用太阳能发电模式 太阳能是全球资源量最大 分布最广的清洁能源 仅仅是开发理论蕴藏量的万分之五 就可以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 当前的人类科学技术水平 已经可以满足太阳能发电技术基础和需求基础 太阳能发电技术经济性也显著提升 在上世纪太阳能发电刚刚兴起的时候 太阳能发电设备还非常昂贵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为大力推行太阳能发电 不惜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补贴太阳能发电市场 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自2010年以来 太阳能发电单位的投资水平已经下降了近70% 并且预计未来5到10年内 太阳能发电成本与化石能源将持平甚至更低 所以在太阳能成本不断下降 全球提倡碳减排控制的大环境下 预计到2050年 全球太阳能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35% 新能源将成为主导能源之一 而在北非 东非 中东 澳大利亚等赤道地区 是全世界太阳能资源最负极的地区 资源量占据了全球总量的30% 赤道地区纬度低 太阳直射多散射小 部分地区粘辐射强度超过2400千瓦时每平方米 是全球太阳能发电基站开发的重点地区 而一旦赤道太阳能基地开发完全 五大洲都能享受到赤道太阳能清洁电力 开发赤道地区太阳能资源 不仅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解决环境问题的良方 于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促进地区和平 实现全球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 中国的一级一道新能源政策 其目标并不仅仅是让中国受益 更是让世界人民享受到清洁能源带来的便利 为维护地球环境做出巨大贡献 那为什么是中国开始大力发展一级一道呢 我们说了这么多北极和赤道 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优势和意义 但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不能忽略那就是电如何通往全世界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赖于特高压输电技术 3800亿的特高压输电技术 可以将电力以最小的损耗输送到世界各地 而这一技术目前只有中国开始全面商业应用 其他国家还处于研发阶段 即使是美国日本等工业科技发达国家 都未能应用成功 所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 自然要肩负起保护未来世界环境的重任